女性任章意外坠楼案又有后续了 今天,世界的男主角杨树文连约三位美女的视频被曝光 其中一位就是几个月前因外坠楼身亡的人娇 视频中出场了三个妹子,中间的是任娇 第一天,黑帽妹子被杨树文带回家,和朋友一起,一夜未出 第二天,反帽妹子也被杨树文带回家,同样一夜未出 杨树文这是打了阳台醋吗?夜夜声歌 第三天,同样和她凌晨的杨树文又被看到在车里与一位美女相持不下 视频中的美女被驾到了杨树文车旁 该美女正是许久,她对着车内的杨树文讨聊着什么 但是杨树文却明显没有给她的意思 反倒是拉车想要姑娘上车 注意看杨树文及其朋友一脸坏笑的表情 随后,任娇坚持讨压,原来是手机被杨树在手为游 想要妹子上车,而在独自拉任娇为过后,杨树文只好归还手机 一看后,不死心的杨树文还是一路紧跟女方不放 唱K唱了卖,此手机不放 然后邀请妹子一起回家 杨树文不要脸的聊那手吧 一看就是老司机 视频中几个女生包括任娇 精神状态都有点迷糊 可能是喝多了 总结来说就是 杨树文三夜连绝三女 其中两人都带回家过夜 而强调未岁的一位就是几个月前一万去世的人娇 帮大家简单回顾夏任娇最楼事件 去年10月15日 江苏苏州发生了一群女艺人跳楼事件 出世的演员名叫任娇 16日上午 她被发现过体沉湿于苏州某酒店楼下草丛 她的最后一篇博文是这样写的 而很快网上一位博主 连续发出了多条微博跟进此事 当时她提到一位叫杨树文的男演员 称认娇当晚有书有笑的和杨树文一同进入酒店 而第二天清晨就从杨树的房间裸身罪亡 前网友发现杨树文当晚的确在苏州街街湖 于尽随后采访了相关知情人 给太上不看的华重点 一 任娇此次去租州市陪父母游 完 顺便带着父母见了杨树文 二 但与杨树文并非男女朋友关系 任娇跳楼前一晚与杨树文一起喝了很多酒 两人当晚确实同房过夜 三 知情人还撑 但警方询问杨树文 任娇从和她同住的十三层房间里跳下来 杨树文知不知情时 杨树文明确表示 自己当时正在睡觉 并不知道任娇跳楼 四 警方鉴定结果证明了 任娇当晚并没有吸毒 杨树文也没有吸毒 任娇被检测出血液中 酒精含量240毫克每毫升 证实他当晚确实喝了很多酒 任娇死亡因案警方缺席自杀 5 任娇的父母 目前已经与杨树文达成私下和解 对于赔偿金额 任娇的好友表示 自己也并不清楚 毕竟这是别人家的私事 事情发生后任娇经纪人出来辟调 希望网友可以不再随意传播不实信息 造成二次伤害 杨树文工作室也发表声明 拼调任娇死亡 与杨树文并无关系 保留对于此事造谣者 遮疚的权利 总的来说就是 警方结论死因是罪求意外 死者家属接受无意见 死者一方声明 意外与任何人无关 杨树文一方也辟调说 与自己无关 当事人双方都声明 杨树文无关 但是瓜群众却认为有关 纷纷之疑 一个人在房间里喝酒 带着父母旅游 怎么会独自喝酒 无论怎样 人家去世 最终在意料之中的结果中画下句点 如今事情过去不到半年 女方是顾为寒 男主若无其事的在拍戏 微博疯狂山撇起来 魔幻娱乐圈不过如此 最后 希望以得一双心 作为首要标准的广电 赶紧把杨树玩这种货色 清理出了演员队伍吧 如今事年尚树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